你看我们吃饭 很多人挺崇拜他的 说照个相啊干嘛 有的歌手可能 哎呀没化妆或者没事 来来来 就是哎我觉得 画不画都照 没有 现在是有剔图了 完了肯定 哎 修一下再发啊 哈哈哈哈 对 比较大了咧咧 就是挺账 哎 那个 梁天老师您剔过图吗 什么叫剔图 就是把您的脸剔的 再好看一点 美颜相机啊 我没有 你看我这手机 哎呦对 你看看他那手子 我是这样的 这叫古董吧 哎 您不用智能手机吗 老的他不用 连微信都没有 我想说您给我个微信 我给你发个地址 不用 您就给我打几字就行了 我说您得短信 电池我说能买得到吗 现在都不好配了 快快没了 因为这种手机啊 网上可能那会儿 还剩四五个 我全给买了就 怕他坏了 所以我们这个 找他就是打电话 就只能打电话 只能打电话 但是我觉得 现在没有微信 我感觉已经生活不了了 对啊 没有没有 我们助理什么 他们有就行了 有时候看看就得了 我的天哪 这样的生活 我就是太羡慕了 对 他其实活得也是很静 但同时呢 他又有很多朋友 对 其实就是圈内 梁老师大哥 梁老师在 没有 圈内 就还包括 其实那个外面 圈外都 口碑都特别好 是 就是做人特别厚道 是 完了对朋友 又特别仗义 有啥事的 能帮不能帮 都答应 因为我们这儿来过好多嘉宾 其实您挺幸运的 航天 就是阴差阳错 很多嘉宾跟梁老师都有关系 但是时间永远没有凑上 没有 那我就不太来 也很难 你说航天旗必须来 又把别人给得罪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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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